唉,做这种影片的点语率一定超烂 关于我,无意间被隔壁天使变成废材这件事情第二集 炼剧人第九集 咒术亏弹第十四集 这三本,小说、漫画的首刷限定版你有买到吗? 没有买到就算了,为什么台湾买不到,在淘宝上却买了几百本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修修修的频道,我是阿修 你有没有想过,在网路购物网卖光光 台湾已跑了好几家实体店面走找不到的首刷限定版书籍 在淘宝上竟然有好几百本的销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仿天传言出版社会直接输出到大陆去卖,这种事情又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有点多,大致分为三个事情 一,为什么大陆网购平台可以买到台湾的书籍? 二,为什么大陆人会特地找代购买台湾的书籍? 以及三,为什么台湾人会抢不到限定版的书籍? 我想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 台湾出版社真的会直接将书籍拿去大陆去卖吗? 答案是否定的,台湾出版社不会将书籍拿去大陆去卖 为什么?因为台湾出版社在跟日本签约的时候就没有签大陆去的版权代理 我们可以随手拿某间出版社的小说来看 这边写着港币和台币的定价 代表这本书拥有在台湾和香港贩售的权利 我们翻到小说里面 最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中文版销售区台湾香港 中文版销售必须经过本公司授权之发行商发行 销售或成立方为合法 若自行从台湾平行输入俗称水货 销售至其他区域实属违法 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及所长一切有关损失 看到这边 这阵子抢不到隔壁天使第二集首刷限定版书籍的人 一定会跳出来说 蛤? 那淘宝卖的那几百本 是怎样? 眼睛瞎了吗? OK我们就事论识 虽然书版社在书上清楚写到 书籍不能当水货拿去飞售球区去卖 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就如同我们在台湾可以轻松买到日文版的漫画小说模型精品一样 所谓的真品瓶行输入 也就是水货这种东西 在法律上除非当地的代理商出售 不然远在海外的出版社是很少 甚至几乎不可能去处理当地水货的问题 所谓的水货就像是你平常去日本游玩买回来的东西 回来台湾之后过了一阵子 因为任何的原因不要了拿去网上去出售 只要不是药品这种违禁品 在网际网路上贩售基本上不会有人理你 在淘宝上也是一样 网路卖场本身跟市面上的书店是不一样的 大多属于个人卖家 并不是由台湾出版社直接委托大陆去卖的 时期运作模式应该是 台湾出版社要出某本书 大陆有许多粉丝想要这本书 在网路上请所谓的台湾代购去买 大陆的代购联络台湾在地负责人 请他们去买下东西 这四个字是重点 买下东西后寄回大陆 这就跟我们在台湾网路平台 请的代购日本商品是一样的流程 这种代购水货的方式呢 基本上已经行之有年 除了商品送过去有没有报关税 商品是不是违禁品之外 基本上不会有法律部门找你麻烦 那第二个讨论点 为什么大陆会去买台湾的书籍呢 没错 虽然大陆有日本书籍的代理出版社 但实际上 台湾才是华语圈日本漫画轻小说代理的出版最大中 许多漫画轻小说在对岸是没有代理的 就算有代理也不一定会出版 尖端出版社于1982年成立 东立出版社于1977年成立 台湾角川于1999年成立 而对岸的轻小说比较正式的代理出版社 天文角川 则远在2010年才成立 因此 早在2005年 王际王墓开始发达的年代 大陆就有 购买台湾书籍回来收藏的风气 当然他们购买的成本 会比我们在台湾贵很多很多 而到了2020年 许多台湾出版社开始再版 重置许多出版已久的漫画 据说传说可能的目标授权 就不仅限于台湾 出版社在制作好书籍之后 会发送给北中南各大的中盘商 再由中盘商送去各地书籍贩售 如果没有卖掉 再送回中盘商进行商品的流动 最后没有卖完再送回出版社的仓库 而对于大陆 台湾书籍的代购方而言 大多会选择直接用全额购买的方式 从中盘商去购买书籍 然后直接运回大陆贩售 数量的话 通常会有事先接单的方式来决定数量 简单来讲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于台湾出版社而言 这个商品出售的时候是在台湾出售 因此没有贩卖授权地区的问题 实际上在大陆销售时 商品已经经过一次的出售了 已经变成所谓的水货 水货都贩售呢 台湾出版社就大多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 而这样说啊 水货能不能卖 还要看当地的法律 台湾的法律 日本的法律 台湾跟日本出版社签约等等等等 许多问题 这边就不多说了 实物上就是目前不论是台湾还是日本 大多都不会去处理水货在别的地区贩售的问题 更不要说大陆代理的书籍指质可能会比较差 内容可能会被和谐 炼巨人9这种东西呢 大陆可能很难会有代理版的实体书出现 那说到这边 既然限定版的书籍这么好买 那出版社干嘛搞饥饿行销 不干脆多硬一点让大家都买得到呢 这里其实有一个盲点就是 并不是所有限定版书籍都卖得很好的 今天你看到 今天你看到 炼巨人9涨了5倍 隔壁天使涨了4倍 但咒术回战第14集 这本基本上是没有涨的 而更多轻小说漫画 首刷限定版在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各地书局你都还买得到 这几年实体书的销售有非常严重的下滑趋势 而要制作限定版的书籍 也要跟日方再度签约 要印更多本也不一定是你想印就印 因此台湾出版社现在大多硬量采取保守政策 除非这样是咒术回战这种 实体书销售已经有一定的成绩 不然遇到在某些特定族群才非常热门的限定书籍 尤其是附赠这种所谓4匹小册子的时候 就会像隔壁天使这样哀红屁 实际上隔壁天使第二集首刷限定版 就算在大陆淘宝上卖了几百本 但台湾出版社因为硬量不足的关系 许多大陆的代购也是拿不到货 真的有送到大陆去贩售的 隔壁天使第二集首刷限定版 应该是远低于淘宝下单数的 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人问 啊...台湾角川的限定版就可以预购 为什么东利尔就不行呢? 嗯...对我个人也蛮好奇的 今天就算我去请书店老板帮你预购 也有可能会因为硬量不足而被砍单 但台湾角川的限定版 只要你去官网上 事先预购就一定会有 那为什么东利出版社不这么做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提出你的想法和看法 我个人也是蛮好奇的啦 有什么实际执行上的困难吗?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影片预计上架日期是 2021年4月23号 至隔壁天使第三集首刷限定版贩售日的隔天 不知道你有没有买到呢? 那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掰